Ready 台灣競速滑冰女教黃玉婷 因為練習時 傳大陸對付惹議 沒想到賽前喊加油的 蔡英文和蘇貞昌 賽後卻下令調查懲處 被質疑是秋後算賬 國內放了這麼多大事疫情 不去解決 然後就追著一個小女生 窮追猛打 不要再幹這個事情了 鬧笑話嘛 人家笑掉大牙了 你就搞什麼東西嘛 黃玉婷面臨懲處的命運 最嚴重還可能被取消 國手資格 只是外界也疑惑 黃玉婷如果有重大問題 為何開幕還繼續 讓他當長期官 如果這次黃玉婷奪牌 這筆帳你還會不會算 如果他在練習時間 穿了大陸的服裝 真的這麼嚴重的話 那你們還讓他當長期官 你有病嗎 一開始假裝一副 不想懲處的樣子 是不是因為怕 萬一他得牌了下不了台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針對性 而且是意識形態的操作 這是非常噁心的一種操作 蔡政府動用國家機器 大炮打小鳥 IP拿選手當政治祭旗 完全是抗中情節 如果今天他穿美國隊服 或日本運動服 蔡政府難道也會開罰 把黃玉婷當一個祭品 獻祭給這些基本教育派 從這個動作來看就是他要選 他鞏固勝利的票 綠營的票 我想都是政治考量 過去蔡英文曾說 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 如今黃玉婷練習時 穿了刺大陸隊服 功過可以檢討 諷刺的是政府當初沒坑氣 現在追殺卻用起國家機器 記者黃明君成一用 台北報導 請便 Clara